美国想扳倒中国 那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曾经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 2011年2月20日的那天 王福景出现了极少数几个人的闹剧 美国时任驻华大使洪博培 事实出现在了王福景街头 结果搞闹剧的几个人没引起什么波澜 洪博培倒成了大家为观的对象 并且一度在微博上成为热聊话题 洪博培为了缓解尴尬 声称自己恰好路过 洪博培到底去王福景干嘛 我们看一下当时的世界背景极可明白 2011年开始 美国背后操纵 发起了阿拉伯之春的颜色革命 当时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政权倒台 之后颜色革命又很快波及埃及利比亚 也们等国 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街头革命 洪博培当时去王福景干啥就不言而喻了 洪博培2011年4月离开了中国 回到美国后他就开始总统选举 在一次总统选举活动的电视辩论会上 他说我们应该联合我们的盟友和中国国内的支持者 他们是被称为互联网一代的年轻人 中国有5亿互联网用户 8000万博主 他们将带来变化 类似的变化将搬到中国 与此同时 我们将获得上升的机会 并找回我们经济生产的力量 过去些年 在海外势力的支持下 国内互联网一度乌烟瘴气 那些都是洪博培所说的 试图利用中国互联网一代的年轻人 扳倒中国的铁证 十年前 美国都在想通过互联网操作 对中国进行颠覆 当然 最终美国未能达到目的 虽然美国在内地未能掀起什么大浪 但在香港却掀起了街头暴力运动 美国驻港领馆的人 亲自上街指导港独黄之锋的行动 当然 美国的企图再次被扑灭了 在特昂普时期 美国一度断了针对中国的颠覆之初 但后来美国改变了策略 改变成了什么策略呢 我们先来看一篇最近的新闻 据央视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表示 他将成立中国任务中心 以应对所谓中国威胁 中情局还大肆招募懂中文的特工 希望特工掌握普通话 粤语 上海话 客家话等 专家表示 简单说就是苍蝇要找鸡蛋的缝 思考怎么把中国在全球做善事给抹黑 其实 美国要招募这样的特工 可真的不只是抹黑中国 相比过去 美国对华颠覆策略已经改变了 针对过去几年美国对中国的颠覆策略 我认为至少有如下三大手段 一招募本地特工 这次中情局长为什么说招募懂中文的特工 希望特工掌握普通话 粤语 上海话 客家话等 这其实除了招募美国国内懂中文的特工外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招募在美的华人特工 以及在中国国内的中国人成为美国的海外特工 成立专门的中国任务中心的懂中文特工是要干什么 在我看来 绝对不只是所谓在网上抹黑中国 那只是任务之一 其实更多的应该是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任务 包括派到中国窃密 甚至直接在中国本地招募特工 为其某种特种目的服务 对于这一手段 我们是务必要心理清楚的 这绝非一个随意建立的机构 而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目标的机构 考虑到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这个机构 投入的人力物理肯定不会小 二、招专业人士引导网络舆论 大约两年前 美国曾宣布要招募更多专业人士 引导中国的网络舆论 什么是招募更多专业人士呢 我们都知道 美国曾试图通过公知引导舆论 扳倒中国的目标已经彻底失败了 但美国在中国网络上引导舆论的企图并未停止 指示方式方法变了 通过公知反制言论的忽悠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大部分网友都可以轻松拆穿那些反制言论 然而 对于专业领域的专业言论 普通大众却是很难有话语权 那么 如果美国在各个专业领域都找到相关专家 通过这些专家夹带私活或有目的带节奏 那识别的难度无疑会非常困难 迷惑性也更强 甚至 很多言论会不知不觉当中潜移默化的 对我们的社会舆论生态产生负面影响 关于这一点 我们务必要提高警惕 在各个专业领域都要警惕一些夹带私活的言论 或者是故意带骗的言论 在专业领域 有时候可能会通过一些重要人物提一些负面的建议 或者引导相关领域的人向政策施压 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方向 三培育大量水军利用网络机器人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那些不良大V虽然越来越少了 但一些网络评论试图舞蹈带节奏的言论并不少 尤其是在某些新闻下 简直歪风邪气盛行 那绝对是有人故意在搅混水带节奏 对于评论管理我们显然还没有事无巨细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漏洞 所以美国一直在谋求通过培育大量水军 来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 甚至它还会利用网络机器人去带节奏营造舆论 不要小看这些细节 看似不起眼 但时间长了 也可能会掀起巨浪 会搞乱民心 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警惕的 警惕那些故意带节奏反低反国家的言论 避免上当 我们如何反制美国呢 我们是时候考虑走出去了 我们不能只在自己地盘防守 还应该到对方地盘发起进攻 如何对美国进行进攻 我认为两种手段 一是与美国的舆论在社交媒体上硬碰硬 这个硬碰硬不一定说能制造出非常大的声响 关键是能在他们的地盘上去战 从而让他们的精力不测不分散来应对中国 这样中国的压力相对就会小一点 二是我们应该独皮蹊径 应该大规模挖掘我们的传统文化 用传统文化的内容去感染 熏陶打动外国人 让他们逐渐被博大的中华文化所吸引 有融入中华文化的愿望 从而通过软实力提高我们国家的境外美誉度 在这方面 美国挡不住我们 但我们需要做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 大国博弈未来不是减轻了 而是在加剧 斗争并未结束 只是不断转移战场 改变形势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上有一种声音 认为隐藏的敌人最可怕 美国将中国任务中心暴露在阳光下 威胁性反而降低了 我认为这是大错特错 过去 美国在全球发展了多种反华势力 这里面有外逃贪官 江独 港独等势力 以及其他以民主 言论自由 宪政改革等包装的反华知识分子 还有众多钱藏在国内的公知恨国党带路党 过去中情局对这些反华组织 反华人物的组织与管理是松散的 很多时候都是这些出生自带狗粮 可是现在美国公开成立中国任务中心 就可以让所有的反华人员 拥有正式的机构与编制 他们利用贫富差距 民族矛盾 言论自由等 进行抨击与毒害民众的时候 会变得更加的系统和有步骤 有了中国任务中心 美国过去许多不能明面上进行的反华任务 都可以包装在帮助劳工改造公民法律维权等项目里 便于申请大量经费 发放更多狗粮 那么美国中情局阴谋扬谋其出 我们怎么做 美国中情局成立中国任务中心 是名牌与阴谋兼备的反华毒计 针对中国任务中心的成立 更多懂方言懂中国的间谍被招募 更多的勾白手套 可以合法途径发放更多狗粮之后 我们面临的国安情报战就进入了全新时代 在美国招募更多懂方言恨国公之与间谍的背景下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明辨是非 为国出贼的责任 我认为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对卖国间谍进行面杀 第一是努力学习朝阳群众 我国每年国家安全日 都有针对间谍与国安隐患的排查与举报培训 第二是争取做好捕劳能手 相信许多人都看过我国东海与南海渔民全员出动 多次捕获美国先进侦察设备 最后让美国损失惨重 渔民得到丰厚奖金的案例 在中国任务中心成立之后 我们应该在生活中提高警惕 美国的侦察设备将不限于东海南海的水文探测 在重要城市的街道社区 甚至重点部门的办公设备中 都可能藏有窃取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上